天津大众天津公开赛 已经落下了帷幕 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是 男者跳高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主角 就是代表天津队出战的张国伟 曾获得天津钻石联赛 男者跳高冠军等等 现在的张国伟已经33岁了 最终张国伟以2.24的成绩 无许面多光 其实自从2022年代表 2019年被国家队开除后 张国伟就如同变了一个人 张国伟从此开始走上了往后路线 特别是张国伟的龙溪水 也是他的独家技术 由于各种搞怪 从而张国伟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不过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和调侃 张国伟为了证明自己在2022年8月后 宣布了付出 而且都是制造腰包去参加国外的比赛 逢场比赛也是张国伟 时隔4年重回国内赛场 逢场比赛张国伟的最大章对手就是来自天津的 诸葛正比赛哥时候张国伟的起跳高度为1米98 前几条二者都是非常轻松就越过了规定高度 二者的真正交锋是来到了2米20这个高度 只见诸葛正奉利一拼成功越过了这个2米20的高度占据第一位 不过张国伟很快就爆发了 只见张国伟也是一把就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接下来的挑战高度来到了2米24 诸葛正三次在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 遗憾都失败了 诸葛正也是饱受三病困难了6年 最终诸葛正的成绩定格在了2米20 而张国伟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如今张国伟爆发一把就成功越过了这个高度 逆转和1位 越过这个高度后 张国伟激动的喊出了低能定义 张国伟这个成绩已经追凭了精灵国内该项目的最好的成绩 接下来张国伟去挑战2米20的高度 但是三次再挑战这个高度的时候都失败了 最终张国伟以2米24的成绩无须能夺挂 诸葛正以2米20的成绩获得阳俊 而张国伟这个2米20的成绩已经成功达标了国家见价2米20的标准 虽然现在很难再重返天分了 但是张国伟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 虽然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阻碍 但是也相信一个努力坚持的人运气也是不会差的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这 运送从此别 听伤空父亲 我们下一期再会 再见